這個模擬器嗎? 這個是模擬器嗎? 是啊,我用模擬器玩 那他還可以用橘哥示範過奧脈容易 橘哥可以嗎? 橘哥好不太行 橘哥要消兩組的水珠 我還記得這件事情 這是唯一的限制吧 兩組水珠才會屌 單張30萬 這什麼東西? 怎麼會這樣? 單張30萬 橘哥好像也沒有說到很暴力啊 好慘喔橘哥 蠻可憐的對不對 怎麼塞那麼低啊 不守消水有減傷 啊謝謝你的提醒 這個可以消水吧 可以隨機消水 打爆他 看一下CP數 喔其實再洗一回合就可以了 阿曼再洗一回合好玩 有了仙女座應該傷害更保險一點點吧 嗯有了有了 大爆射 但是依然是單張百萬的程度 兩張百萬 可是單張百萬打這個關卡好像就很OK了 中史盾然後他有褲頭 我跟你講這邊就只能疊珠了 疊水珠啊不能扯消 還是可以夠的 砰砰砰砰砰砰砰 你開著這個就 好啦 兩水一星 喔 тел 誒 沒水珠欸 靠腰 這是要搞嗎? 還是一定會卡水嗎? 好像是這樣欸 那我要濾一個... 那個... 水珠出來 兩組水珠 應該可以打他了 好慘喔 有千女 不然就死了 第四關 十代的眼淚 這關卡也是十代眼淚 就是剛剛好 十代眼淚打十代眼淚 抱在一起哭這樣 跟害局回來啦 沒有好像剛才那個開主動技能是一定會 一定會 沒有水珠的 因為他是看敵方的屬性去 決定你的版面的 橘哥從棺材爬 出來說找我嗎? 其實在橘哥還是有用的啦 在妖精隊裡面 當隊員打工啊 炸板真傷還是很屌啊 哇 你又是誰啊 我看一下 一二三四 剛好有四個欸 把他擠掉好了 好險有一... 一...一組水齁 要不然直接崩潰啊 下一關是什麼 下一個是... 附加效果消除 不能手消暗珠 其實橘哥打起來還算輕鬆吧 前面來... 前面來說還算輕鬆啊 團長能帶西蒙嗎? 團長能帶西蒙嗎? 可以啊為什麼不行 不是大紅連團的都可以嗎? 哇這就難了 開這個 看會不會好一點 欸不過這時候的其實蠻友善的喔 因為他沒有那個 要手消... 哎呦靠腰啊 他沒有手消泉水的限制啊 所以 這個 時期的 G8盾比較友善一點 後來就 越發展越G8 啊 喔是你 食人花 食人花的防禦力比較高 有一千萬 所以這邊就 開這個 他就死了 不過這邊好像也要賭版面欸 因為他沒有那個 沒有新珠或沒有兩珠水 感覺傷害會 差蠻多 附加效果消除 不能守消木 那樣疊珠的 固定版面 阿怎麼有天槍啊 好猛喔 其實他覺得他會不會死啊 開這個就好 開這個就好 解決他 團長不行了吧 什麼團長 你是說 旅團的團長嗎 阿團長一開始不是推出的時候跟大家講說 那個 血量不太夠啊 即使他傷害在做的太高啊 還是會被淘汰啊 團長現在還是能過 很多關卡 像是傲慢 團長也有過啦 所以其實團長也是可以過的 但是隊員就是要 越來越有了 就帶什麼 庸子啊 這種 後面的 後面的神卡 不是抖內盾 蛤?有人抖內盾嗎 我看一下 抱歉抱歉 感謝馬上的55塊 抖內 原來阿映也是個受虐狂 偶爾S 偶爾M 感謝馬上的55塊 其實還是傲慢之類的阿映 無視抖內 G8盾欸 啊有時候打太認真啦 這麼沒看到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一定會在搜尋 會被淘汰 傑馬上的